甄嬛传这18个外号你们get了吗 甄嬛传里的外号呀多如牛毛 大家叫着呢也都顺口 但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今天就给大家来一个关于甄嬛传外号的那些事 1.甄嬛送子观音 这个外号的意思呀可不是甄嬛每逢一个坎就能有孩子的意思啊 它的意思是甄嬛给别人发孩子 前期没孩子的时候就帮助端肥得到了好闺女瘟疫 后来呢直接把自己的大闺女龙月塞给了竞飞照顾 这可不就是要给每一个没孩子的队员都送去他们最稀罕的小孩吗 看来呀西飞娘娘是有些孩子在身上的 又或许咱们缓缓的口号应该是 每一个人没有孩子我都会伤心的OK 2.皇后大胎小队队长多了么集团创始人 身为一个表面仁慈背后却有无数算计的女人 怡修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还打得一手好胎 因此就有了打胎小队队长的称号 但多了么则是因为不管是谁有了黄四 不管这人在哪儿怡修都能精准定位立刻安排 跟甄嬛刚好相反 怡修的口号应该是 每一个胎打不下来我都会伤心的OK 3.夏冬春四季妹 这个外号呀就很好理解了哈 它的名字里呢有三个季节 唯独就没有秋天 结果最后被华妃在秋天赏了一帐红 她也刚好呢凑够了这四个季节 其实人家还是个穿单博主呢 前脚拉着暗小鸟平平衣服 后脚吩咐人用皇后的段子做衣服 妥妥的时尚弄潮呀 夏冬春的口号或许是 每一个出身比我低的人混得比我好 我都会伤心的OK 4.奇贵人 刮六 他姓刮尔家氏 谐音呢就是刮二加四 以至二加四等于六 所以就有了刮六这个称号 不过呀四川那边的刮 还是在说一个人傻的意思 恰好刮六这人呢也不聪明 在后宫属于贼蠢的那一刮 就比如他在喝完糙米一人汤之后 竟然在外面说甄嬛的坏话 完全不知道什么叫隔腔油耳 作为一个干啥啥不行 事情最主动的人 他的口号大约是 我不允许任何一个人没有听过我的心跳 您听听臣妾 心慌不慌 5.果俊王 果子梨 这个外号的来源有两个 一呢是低血验亲时 莫言说凌云峰常有梨猫出没 凌云峰那种地方偏僻难行 常有梨猫出没商人 还有一个是过年那天 甄嬛出去许运 回来之后呢 跟锦西他们说 有两只猫冲自己扑了过来 当时在场的正好就是四大爷 以及果俊王 封号和这个合起来 正好就是果子梨 他这个不爱美人 只爱甄嬛的王爷 口号就是 嫂子令我如痴如醉了吧 6.夜兰衣 拽飞 任如其名 夜兰衣的一大特点就是拽 尤其是在后宫里 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 他十句话里 有九句是在对人 他的口号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 这夫妻给你要不要 7.齐飞 齐二哈 这位老妈的眼里呢 只有自己的亲亲而咋 智商和情商属于双双下限状态 正是由于他总是听别人的话 实行实名之下毒 所以才有了这个外号 不过依我看 他还是个小厨娘呢 那些家料点心 都是他亲手做的 他的口号呀 大家都熟 那就是 三二哥又长高了呗 八三二哥 大清巨人 他的外号的由来 可不就是因为 自己亲妈老这么说吗 从小到大 只要皇上一去 那三二哥就得长高 长了这么多年个儿了 那可不就是大清第一巨人吗 不爱秀女 只爱英贵人的他 毕生口号绝对是 花马他老了 花马他老了 你知道 甄嬛传里的外号 都是怎么来的吗 九 鱼婴儿 妙蛙种子 大家可能没看出来 这个外号呀 它其实是一个谐音梗 因为鱼婴儿 在得宠之后呢 得到了四大爷的 亲次封号 妙婴娘子 这个封号的谐音 就有点像妙蛙种子 甚至还有人觉得呀 这两者的长相 有点神似 所以就定下了这个外号 作为一个怨念深重的人 鱼婴儿的口号 必然会是 我要见皇上 我要见皇上 是 宋之 直答应 宋之的这个外号呀 和造型有脱不开的关系 这个骑头像极了米老鼠 所以大家管他叫米老鼠骑头 后来呢 被华飞送给了四大爷 封号就是直答应 这才有了谐音梗一般的外号 宋之啊 就是经常吹华飞的彩虹屁啦 口号必然会是 娘娘天下第一 十一 端飞 一格垫娘娘 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吧 端飞在剧中 就是要罐子一个 大型活动很少来不说 就连每天的请安都不露面 可他一旦出现 那就是大型体力不支现场 像极了一个 只有一格垫的手机 他的灵魂台词就是 我实在体力不支 我要回去了 十二 华飞 华飞 这不是说华飞娘娘容易滑倒啊 说的是当初他小产的时候 端飞是端药的 所以是端飞 而华飞滑了胎 所以是华飞 他的口号呢就是 皇上每一个不找我的晚上 我都会伤心 OK 十三 小下子 大喇叭 这小子可不得了 不管谁在后宫聊八卦 都会说一句 听小下子说 他的口号绝对是 就没有我小下子 搞不到的八卦 阿斯哥 十四 苏培圣 苏菲 作为陪伴四大爷时间最久的人 在苏公公才是真正的胃童父后 四大爷呢又那么宠他 于是就有了苏菲的称呼 十五 新贵人 新八级 这人可不得了 平时呢在后宫路见不平一声怼 不管对面是谁 他都能怼出新花样 恰好呢 有一部漫画当中的人物就在里面负责吐槽 这个人物叫至村新八 日语读法可不就是新八级嘛 虽然说了这么多 但这些并不是甄嬛传当中拥有最多外号的人 你知道甄嬛传里外号最多的人是谁吗 十六 净飞 砖飞 风济组组长 他这个砖飞的名号呀 源自于他在甄嬛面前的掏心窝子的话 能数清自己宫里有362块砖的人 绝对当得起砖飞这个名号呀 至于风济组组长嘛 他在宫里可是专门干这个的 像是三阿哥和英贵人 孙大映和狂徒 以及崔锦西和苏菲 这几对的恋情都是他一个人发现的 砖飞的口号就是 紫禁城里的砖和恋情都直属于我 十七皇上 四大爷 胖菊 美妆&穿搭博主 四大爷的这个外号呢 来源于甄嬛的双生子 红燕和灵溪都是果子里的孩子 正好皇上在一众兄弟当中排行老四 按辈分来说 孩子可不就是该叫他四大爷嘛 至于胖菊 就要追溯到甄嬛过年许愿的时候了 那会儿呢 他和果子里都在寻找甄嬛的身影 恰好呀 咱们缓缓回去之后说 两只猫向自己扑过来 四大爷这人胖胖的 又爱撑黄色 像极了家养的大局 而美妆&穿搭博主 完全就是因为咱四大爷审美在线了 他曾经点评过切尔哈的粉衣服 也曾经夸赞甄嬛的打扮好看 甚至呀还精细的分析过 换臂的穿衣搭配 甄嬛还问过他 自己的花店用什么好 咱四大爷呀那是掌口就来 甚至他还独创了焦梨庄 实在是皇帝里的美妆扛把子 就是他这人吧 热衷于为孩子伤护口 毕生之志 就是把紫禁城里的孩子都整上金城户口 十八 安玲蓉 安小鸟 鸟飞 国际调香师 庆功常驻花华选手 紫禁城好声音冠军 咱安玲蓉呀就比较争气了 一个人扛起了外号界的一片天呢 安小鸟和鸟飞的外号 源自于他风飞的时候 当时苏培生还特地给他送去了 五十只黄鳞鸟 这也算是坐视了他鸟飞的称号 至于国际调香师嘛 紫禁城不知道有多少香料 都是经他制作出来的 所以在智商这方面 他是专业的 花花选手则是因为 他在嗓子彻底坏掉之后 为了复宠 搞出了一场冰漆来 他在嗓子还很好的时候 唱歌功底 可是紫禁城No.1啊 四大爷还给过好评呢 所以呀 这个紫禁城好声音冠军 安小鸟当之无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宝宝们别忘了点赞评论哦 比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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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